嗯 嗯 嗯 那你今天就找一下休息吧 拜拜 谁啊 我闺女她原本要跟她对象结婚了 嗯 但是 突然又 嗯 说要考虑考虑 嗯 怎么这么长啊 哇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 啊 就这样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说 你会怎么处理啊 嗯 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我想这个男孩子一定是还没准备好吧 嗯 那怎么样才算准备好呢 嗯 就房子啊 车子啊票子啊这些 这些都准备好的时候 就准备好了 有的女孩她不在乎这些啊 可是男孩子在乎 结婚又不是只靠嘴说 没有这些东西 又和谭的安全感呢 那你准备好了吗 那你准备好了吗 问这个干嘛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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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快了 嗯 快了就是找到了哦 嗯 真的 哎找到了 啊 就今天啊 今天 今天找到了你不跟我说 真 真吵到了真的 这不就找到了就想过来告诉你了吗 真是不告诉你了 真的 真的 学校啊 没有吗 你 你 你 看着盘地道是无人的旅行 我 不会怪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